我想你说的是相当正确的 这本书在开始的时候 因为这本书其实其中的有一两个章节 是我在大概是五六年前就已经写好了 在那个时候已经整理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神学事情还是相当保守的 那时候我是认为说圣经会是反对同性念 我找不出圣经是反对同性念的原理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就是因为 同性念这个字呢是十九世纪末的那一个的名词 那一个时候才有人把这种的性爱的行为 也当作是一种的性取向 一种的社会身份 之前呢只有性行为而没有这种身份 所以我不认为圣经是反对同性念 但是今天呢我会认为说 纵使圣经是 我不晓得今天圣经是不是真的反对同性念 但是纵使圣经真的是反对同性念的话 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它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来反对同性念 如果它是不能够说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的话 那么纵使圣经反对同性念呢 so what?圣经是错的 当然很少人会 传统纠教徒很少 会不愿意承认说圣经是错的 当然如果我们不愿意用那么重的字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甚至说 我们不需要去遵守这样的一种 不能够经得起的现实 或者我们今天社会的理性 无论是来自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 或是人们科学 批判的那一种的思想的结果 我可能还可以说 如果圣经就是 众主圣经反对同性念又怎么样 对不对 圣经曾经 从旧月到新月都是支持奴隶制度的 保罗是支持奴隶制度的 而今天有谁会说奴隶制度是正确的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 就好像刚才他所说的 就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批判 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批判 我们可以去颠覆 那当我们在颠覆 当我们在要为同性念争取权力的时候 我想其实我要强调的 藉由这一本书做一个出发点 去去和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 甚至就好像他所说的 同性念者可以内化异性念的霸权 和异性化霸权的逻辑 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什么是真理的问题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所以这些问题呢 都是必须我们重新去思考 重新去定义的 因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说 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们人类所有的知识 甚至包括基督教的信仰呢 都是一种的社会的一种的建构 都是社会的结构 社会所建构出来的是 social construction 社会的建构 当然当我说社会建构的时候 不代表说他没有真理 或不代表说他没有绝对真理 但是他 但是因为我们人每一个人呢 都是历史性的存有 历史性的存有是什么意思呢 historical being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在特定的历史的时空下 生长 受教育 所以我们不能够超越我们历史实际的空间 去进行 去进行思考 今天我是一个人 我是在地球进行思考 今天我是二十世纪的人 二十一世纪的人 我是华人 我是同性恋者 这都是我的社会的位置 我只能够从我们社会的位置去思考问题 我不能够超越我们社会的位置去思考问题 所以所有的东西呢 都是从我们的历史性的处境来出发的 因此它有它的局限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做社会历史性的那种的位置 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是同性恋者 我是男同性恋者 我是华人 虽然我是做中国文化影响 可是我还是在马来西亚成长 马来西亚受教育 然后小学中文教育 中学马来文教育 大学英文教育 这些东西呢 就塑造了我之所以为我的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我只能够从这些的训练 这些的位置去思考问题 我不能超越这些东西去思考问题 我不能够从女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我的女性主义的朋友 或者是我的女性朋友 可以告诉我和我分享她们的经验 可是我不能够真正的 从她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因为我没有成为女性的经验 一个最基本的例子就是 有很多女性到今天在很多国家 还是每一天要经历被强奸的恐惧 性骚扰的恐惧 这种恐惧的经验呢 会建构女性的世界观 人生观 和她对人际关系的看法 而这些经验是我没有的 所以因为我没有 我就不能够从她们的 从她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我只能够聆听 然后我尝试学习 可是我不能够从她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就好像我不能够要求你 从非洲黑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因为你不是非洲黑人 你没有那一个的经历 就好像我不能够一个不懂华文 不懂中华文化的美国白人 要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因为对她讲什么叫中国人的角度 她不是中国人 她也不懂这个文化 也不懂这个理念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能够从我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的认识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很多异性念者不能够了解同性念者 因为他们只能够从她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 写这本说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同性念能够走出来 因为因为社会对同性念 或者教会对同性念 有很多的误解 有很多无知的那种的认识和偏见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同性念者 因为他们不认识同性念者 所以他们继续歧视同性念者 对同性念抱有许多的无知的偏见 因为这些偏见的缘故 使到许多的同性念者不敢走出来 向他们展示什么叫做同性念 因为同性念者不敢向他们走出来 展示什么是同性念 所以这个社会继续对同性念有无知的偏见 所以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要突破这个恶性的循环 就必须有同性念者走出来 承认我们是同性念 让异性的社会知道什么是同性念 然后也让同性念的社会了解 同性念的社会其实也不是一个单元的社会 男同性念跟女同性念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同性念里面也不全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一种面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只是我们这种社会建构和定义的结果 因为我们处在这样的社会 今天我们处在这样的社会里面 所以我们会因为习惯而成自然 我们就以为我们所习惯的事都是正确的事 其实未必的 如果我们也去到国外去或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文化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我们认为最不可能想象的是 在别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那在别人看来是 不可能想象的是 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的 这种走出来 所以走出来也不再只是局限同性念 要从衣柜里面走出来 而说每一个人呢 必须要尝试 从我们个人非常有限的那种的经历里面 而经验里面呢 借助聆听别人的经验 尝试走出我们的经验 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 可是我想我们可以借助聆听 来学习 暂时跳出来看别人怎么做 而我认为人是有这种可能的 因为我们人有把自我 当作主体和客体的那一种的能力 I as a subject and I as an object 所以我们人呢 是可能反省 也可能去思想 我们自己所做的东西 好像我们思想别人所做的东西那样 所以这是一点值得庆幸的 我们有能力 我们有能力这么做 虽然我们可能不是做的 不可能做的完全的非常的完美 就好像我刚才所说 我不可能完全的从女性的角度去看问题 可是我可以继续聆听 而相对的了解女性在想些什么东西 所以同样的道理 接下来我们谈到绝对真理的时候 我不是否定绝对真理的存在 我质疑的是 所有的人类 因为我们是相对性的存有 因为我们是历史的产物 所以我们人只不过是相对性的存在 所以因此呢 我们所有的关于绝对的论述呢 只不过是相对性的绝对 那只不过是一种相对性的绝对 你问我说你真的相信神 我是一个牧师 你问我真的相信神存在吗 我说我相信神存在 如果有一天神真的不存在呢 我会奇怪吗 我会 我会 我可能会有点奇怪 可是我不会说太过吃惊 因为神可能不存在的 当然 如果牧师说 很多人可能不能想象牧师说这种话 神可能不存在 但是真的我会这么说 神可能不存在的 因为我今天认为神存在 只不过是基于我个人的宗教经验 和我的思想 以及我所处的社会 神有可能不存在的 只不过是我个人 我的思想的分析 我相对比较而言 我认为神存在的可能性 比神不存在的可能性高 所以我选择相信 所以这是一个信仰 这不是科学知识 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尊重无神论者 因为我们必须尊重所有不同宗教的人 包括尊重那些拒绝相信任何宗教的人 那些无神论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出发点 其实当我们谈到颠覆异性念霸权的时候 这也就是我不断要强调的 就像刚才他所说的 很多时候我们内化了异性念霸权 异性念霸权的问题跟性别主义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今天没有人会告诉你说 男是比女性优越 可是我们心底里面 我们还是相信这种话 我们心里面很多时候 我们还是相信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对 我们会嘲笑那些女性化的男人 可是我们不会嘲笑 我们不会嘲笑男性化的女人 我们嘲笑 我们不会说男性 我们说难过一个女性非常男性 我们会说 哇好有眼喔 好酷喔 可是如果是一个女性化男人 我们不会说 哇好丁喔 我们不会说这种东西的 我们会嘲笑他们 他们是可以成为开玩笑的工具 所以今天我们骂男人的时候 没有这句话比骂男人更够力 就是你不是男人 你不是男人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会说 你不是女人用这种话来骂女人的 你不是女人不足以产生 没有那种的侮辱性在那边 可是你不是 或许也有一些 可是那不够强烈 不像骂男人这样 你不是男人 男人最怕他不是男人 可是为什么 你明白我的意思 因为这个是男性比女性优越嘛 所以一定要有这些优势的地位 所以男性化的女性呢 是在性别主义的思想之下呢 是一种身份的提升 可是女性化的男性呢 在性别主义之下呢 是一种身份的多落 是一种降级 所以我们会嘲笑他们 所以他们可以成为开玩笑的那种的对象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 什么是男人 什么是女人 我们怎么定义男人 我想我们这边都有女性主义者 或者是专门研究性别的 性别的教授在这边 所以我们就可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 而宗教右派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其中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自以为自己已经超越了 他的历史性的空间和时间的位置 而能够对很多的事情做出绝对性的那种言论 而且是那种非常绝对性的绝对 而不是属于相对性的绝对 我是一个开放 我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人 可是不代表我没有立场 我对很多东西都有立场的 我对很多东西都有立场的 如果我没有立场我就不会走出来 我不会走出来 不切的希望同一信念社会能够认识同信念 或是教会能够接到同信念 我有很多的立场 甚至我的立场比很多人更强烈 可是我还是 我的立场无论再强烈 我都保留一定的更改空间 对一个变更改空间 我觉得所有的思想 我认为所有的思想 所有的这种立场都是一种过程式的 都是呢 过程式的意思就是 在新知识的光照之下 在新证据的光照之下 我们具有的立场 必须重新被批判 然后重新再见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能够跟 这本书是一种对话式的 虽然我的言语可以是很强烈的 可是我是可以对话的 如果你能够说服我同信念是错 那我就告诉你同信念是错的 可是宗教育派的人 他是不能够想象这个问题的 你问宗教育派他说 如果圣经支持同信念呢 他说不可能啊不可能啊 他马上就跟你讲不可能不可能 你说我不是说他 他是我说如果吗 他连如果都不敢去entertain 他连如果都不敢去想象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我们比较突破这样的一种的 一种一种的障碍 我想同信念给一信念社会 怎样颠覆一信念霸权呢 其实他颠覆了性别角色 好像刚才所说的 人身体的功能各方面的东西 拉高是我们说 男人同信念 男人可以坚强 男人也可以温柔 女人可以是温柔的 可以是软弱的 可是女性的爱也可以是比死更坚强的 然后女人是没有男人是不会死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一种的 一种水肿思想的颠覆 让我们重新再思考 我们所把持的那种的真理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所以虽然我们今天看起来是 谈论同信念和异信念的问题 其实我想我们 我们真正的问题 至少我个人真正要谈的问题是 是关于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然后我们要重新去思考 我们是怎么思考的 今天很多时候这样一个霸权的社会里 鼓励我们去思考 更不用提是思考我们的思考 或是针对我们的思考去进行再思考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我们必须做的 否则的话就好像他所说的 一旦这个社会接纳了同信念之后 就好像一旦过去的教会 承认地球是烙着太阳转 三百多年以后 过去教会完全否认这个事实 避害科学家 三百多年以后 一九九二年 教皇公开道歉 可是我们都不care 你道歉你的事 我是谁 谁不知道地球烙着太阳转 对不对 我道歉好过没有道歉 所以他已经道歉了 然后奴隶制度 没有一个人还会支持奴隶制度 虽然在十六世纪 十七世纪的大公会议 都是非常讲究说 要解放奴隶制的人 是可咒诅的 今天没有人会说这种话 可是我恐怕的是 很多人还没有 从这种的历史事实里面 吸取教训 吸取教训 我想 我最担忧的 不是这个社会 不会接纳同信念 对我来说 这个社会 迟早接纳同信念 这绝对不是一个问题来的 我有这样的一种信心 这是大势之所趋 同信念 在某一方面来讲 是必胜的 这是必胜的 这个社会经 越来越认识 什么是同信念 然后认识 接纳同信念的人 有越来越多 但是 如果这种内在逻辑的问题 我们没有去克服的话 今天我们接纳同信念之后 我们又再会 再重新的去使用 过去批判 同信念的那套逻辑 和方法 去批判别的东西 我们会去批判 Open Relationship 我们会批判那些 有很多信判你的人 当然很多人 听到这边 可能会觉得 哇 信判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枯吹信判你这些东西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觉得我们可以谈的 没有什么东西是 不能够谈的 对不对 我为什么 如果我们 很多人说 我们要追求真理 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很多人 并不真的要追求真理的 I want to know the truth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Can you handle the truth? Can you handle the truth? 对不对 很多人不能handle the truth 然后他说 我要真理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真理呢 他们关心的不是真理 只不过是权威 只不过是一种 控制社会的权利 我常常说到今天为止 天主教 我在天主教大学里面教书 天主教大 天主教的官方立场 还是认为 手淫自卫是地死的罪 不只是罪 还是地死的罪 multor sin 可是今天很多人 若你先去问神父的话 没有人会去问神父 这个问题 OK 没有多少人 还是可能一些人 但是没有多少人会问神父 我能不能手淫啊 这些问题 因为他讲不能的话 我也不相信他 我不相信他 所以很多人就不去问这个问题 然后教会也已经逐渐的认识 这不是一个问题 可是为什么这样的官方立场不改变 为什么他不去改变 因为一旦他这么改变的话 我们就在问 OK 你终于承认你错了 几千多两千年来的教导你错了 我现在在问 还有什么东西你是错的 一旦我们问这个问题 统治阶层就恐惧了 所以这个时候再也不是涉及真理的问题 而是权力的问题 我们常常说知识是权力 知识是力量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权力也是知识 力量也可以是知识 因为那些拥有权力的人 我们今天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叫做知识 是谁说的 那些有权力的人说的 今天我们对权力的 对知识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一个层面 就是知识是权力 知识是力量 可是我们忘记的所谓的力量和权力 其次也可以产生知识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 所以当我们在谈到颠覆意识念霸权的时候 不只是颠覆意识念霸权 而是颠覆霸权 颠覆所有形式的霸权 包括 如果你认为我说话的内容是霸权的话 你也是必须要去颠覆的 这就是我和我同一类的人 包括路西这些人 跟宗教右派的人不同的地方 不代表我们绝对开发没有立场 没有立场什么都能够做 而是说我们不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的真理 我们不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的真理 我们是可以接受批判的 而且我们是欢迎批判的 因为我们相信 就在这种批判的过程中 我们成长我们的决心 今天为什么 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 谈到说要大家认识同性恋 因为现在我们市面上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书 教我们怎样谈恋爱 可是都是教医信念怎样谈恋爱 没有真正多少本书 教到同性恋怎样谈恋爱 我们怎样学习谈恋爱 我们用最残酷的方法 学习爱情 我们伤害别人的心 然后我们伤害自己的心 我们用这种最残酷的方法 我们稍微被爱与修认识 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 教会一个强调爱和公义的教会 必须要停止这种悲剧 让我们大家能够一起 用比较温和 而不是一种互相伤害的方法 去学习爱情 谢谢